接下来这也要把话说明白了吗 台中有一名蔡老先生 因为家贫无力负担 修缮了这个漏水屋顶的费用 加上次子经常不理不睬 他就一气之下 到法院告儿子一气 但是儿子就说 他的生活也不好过 不是故意不抚养双亲 结果现在父子是为了钱 撕破脸 想到自己的丈夫 为了家里的经济 控告儿子 蔡妈妈拿着桌上 一包包的药袋 谈起自己的病情 还有庞大的医药费 不禁泪流满面 走进蔡新一家人 位在台中市的老旧公寓 屋里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 桌上摆着隔夜的饭菜 还有电锅里所剩无几的饭 蔡妈妈说一家三口 挤在这个三十坪不到的公寓里头 虽然客难 但至少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但是家里开刷还有医药费 却让这家人陷入的困境 谈到不给家里生活费的儿子 愤而提告他一气 蔡先生一脸无奈 儿子从二月开始 就没有再给家里生活费了 而大儿子每个月 也只给家里一千两百元 加上住在家里的女儿 没有工作 全家人生活陷入了困境 不过对爸爸的提告 儿子说自己生活也是很辛苦 家里生活贫困 儿子付不出生活费 父亲份人提告 儿子说自己也有一家三口要养 希望父亲能够体谅 也希望外界之道能够伸出援手 今天新闻李孟章 吴博华台中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